五对战MRC第三局下半场 正如外面的话 调酒佣兵古董加病患 这个阵容要三跑东旋 四跑我就不要想 我觉得三跑就已经可以了 三跑东旋 他得上来抓调酒 然后调酒是这口酒回上吧 上来抓病患 哎呦这个开局病患 哎这只猫还直接咬到了 我那个老天爷 当然这只猫确实没什么用啊 咬到了反正就会当一波跳 他东旋估计也是直接当一波跳来用了吧 反正也也也定不住你嘛 抓病患好像有点吃力呀 这个抓病患 闷了一手薄命 求人者这边前期 直接沉默啊 就要闪进来吧 前期这个狙击节奏呢 你看上去好像病患这边对吧 一蹦一跳的还蛮厉害的 但是大家注意 哎晕住了 一刀有了 这边病患的话也确实没什么钩子好教 因为他交一个什么勾这种树的拉不开距离 他要勾这个二楼呢 勾不到 所以他这波也没什么办法 东旋这边直接交闪了 这波闪现击倒的话 我觉得东旋宝瓶有了呀 这边走一下 骗一下把人骗下去 但人家可是东旋 在想这边还有个地下室啊兄弟 这个地下室有点难 这个地下室现在两台半的机子挂进一个地下室 先坐好小伙 我都有点不太敢讲话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猫咬住 这边的话卡 卡 楼梯刀 很稳 追双岛 妈 不追 求稳 先打到这刀病患 不能出现换挂的一个情况 不出意外 对吧 先挂飞一个 我开门站带底牌的 我再留一个 没什么问题 因为这边用兵是半血 古董商这里 要来救人 我觉得求者这边要争多的话 也只能过来打架了 但古董商这边来的有点晚啊 来的有点晚 古董商来救人吗 古董商 其实我觉得古董商在病患倒地前就要赶过来了 他这边来的有点晚了 因为他这边等到古董商去救人 因为这边肯定是安排古董商救人 古董商来救人 你这可就得吃刀了 不过这波的话东学这个猫没有能打出效果 这个猫没有能打出效果 指哥 给你拉满 拉满好像没什么用啊 哎等会儿 他这个指哥 你这波棍子拉满 对可以 那你待会儿不就没棍子打了吗 猫拉过来 对吧 沉默你一手 东旋这边好像对于这个棍子的CD可能判断的 跳一棍甩下来没那么准确 一棍甩 两棍甩 他刚才直接牵也就牵起来了 真的他刚才直接牵也就牵起来了 东旋这边的话对于这个时间 因为我们上帝视角看到当时这边是没有 没有那个棍子的 这个人是能挂飞的 呃 拥兵压机 开门站拥兵是满血 两户臂的拥兵 我觉得可以直接亮吧 这边的话东旋 要沉默一手 不让你拥兵压机子 哎 这手沉默 人家都已经贴门了 但是这边拥兵被沉默了 哇 这只猫放的真经典啊 啊 谁 这只猫咬中了优兵 变换被挂飞 这人家两个队友 其他两个队友在贴门了 当时其实我觉得 当这个马后炮 我刚刚也没有说啊 就变换翻进去那一波 其实我觉得优兵就可以亮了 变换 翻窗进去那一波 傭兵就可以亮机子了 带过去到大房吗 这个谁晓得呢 这个不太好说吧 哎 东旋 这边 东旋 这边 其实东旋 今天感觉 打的有点紧张啊 因为这个局确实劣势比较大 小弟老师 这边压进步 一刀 给我打 这只猫价值千金呢 这只猫不咬到 真四人开门战 这四人开门战 三跑的概率 大的去了 东旋 东旋今天两把 真的是绝境返身 这些是 这些人开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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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开门战